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芒向香港早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10月20日星期三的早晨时间 早晨 今次有我许刘先生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柳克言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整向部 浪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次回到来 第一单要讲一下 就是有关于特首林郑月娥跌了手的事件 那帮朋友开心了一个晚上 玩了一个晚上 甚至乎穿着附会讲了很多东西 相当之好笑 随着当事人 林郑月娥出了院之后 他们所玩的东西 或者说的东西 渐渐就开始大炒车 不过炒车之后 可能他们还有很多解释 或者他们那些支持者 或者那些网友都很擅长 玩完了 说完故事 笑完开心一下就搞定了 我们昨天在一节都讲了 例如说 好像他们亲历其境一样 知道 林郑月娥为什么会这样弄亲手 移入医院 又说要揭露 什么真相 我说你在礼品库里面住 也有一些还好笑 又说是不是家暴 现在逐渐逐渐逐渐 整件事由林太自己交代 那些人都可谓全部都是老作 一贯作风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林太有一个晚上在医院 这个晚上在医院 他们有很多想像 其实跟831没有分别的 当时就不让他们下去月台 不让那些记者 所以就说 为什么这么久都不让我们下去 是不是要清理现场 搬走那些已经云归天的手足 又是什么施杀列车 又是什么其中一班车开去荔枝国 又不知道搬了他们去哪间医院 又说很多个诗袋 什么都出来了 那他们创作了一晚之后 现在没事了 因为林太不和831 831那些 他们自己胡说 但你问他 那谁不见了 他们说不出 或是黏名字出来是假的 什么何宝生 原来他争名不是叫何宝生 叫什么 阿谋 那就去了英国 像这样的案子 那他所说 是不是家暴 家里发生什么事 那又炒了车了 那为什么呢 原来那一晚 林太在礼宾府就现请退休的同事 那他昨晚自己就在Facebook 很有趣 他这张照片是自拍的 他又没有特意拍到很漂亮的那些 他都 哈哈哈 他都穿着类似底衣的东西 就拍摄自己的打石膏那里 然后再吊起那个手托那些 是自拍照来的 后面是 就是和他平时穿漂亮的那些 是两回事来的 就是感觉上会贴地一点 那他都有说的 就是为什么会穿到这样的款 现在呢 最大的难题呢 不是特区的管治 最大的难题是 穿衣服和写字 因为右手嘛 打到石膏嘛 那写什么呢 不都好像难些拿到 现在看他这样的款式 那我们先听一听他怎么还原整件事 那刚才说了 在礼宾府就现请退休同事 那晚宴开始前 那他下楼梯的时候呢 就在楼梯级下跌了下来 那滚了多少级呢 或者是否側身滚下来呢 还是滚下来呢 屁股等了下去呢 那他就没有教导 即是什么角度 速度那些都没有说了 他说初时呢 就以为呢 只不过是皮外伤 但是发觉呢 右手就越来越痛了 那他就听着了 他说呢 在送客之后 就自行去到 马丽医院求医了 那即使代表的东西是怎么样 他的手是痛 不过呢 还可以呢 继续招呼那些奔客 才呢 再慢慢换回衣服 才去医院都可以 那那个严重程度 所以就跟他所说的一样 就叫轻微 那或者呢 有爱于他的身份是叫特首啦 如果啊 他在这个晚宴的时候呢 突然间跟大家说 哎呀 刚才我掉了手都好痛啊 现在 那你先关掉吧 我走开一会儿 或者我现在去医院 或者他可能会觉得很扫兴 或者对于这些同事来说呢 会不会添上一个 不是那么好的回忆呢 或者会不会 这些东西传了出去之后 对于这些的 退休同事呢 都有所影响呢 那因此可能他有经过 那么多的考虑底下 反而呢 这些是合理一点 所以就不如吃完才过去吧 又不是受不了 我都试过 有次跟人吃饭的时候呢 又不是那么好意思呢 就是说 哎呀我不舒服 我先走了 只要多坐一会儿 就是大家说散了 我才散了 然后散了之后 才自己去看医生 我也试过 那其后呢 就去了医院了嘛 经过检查 以及照了X光之后呢 就是发现了 他说手肘的骨那里呢 有部分是崩了 他用我崩子来 可能立刻在想 是不是那些骨头脆了 还是怎么样 所以就马上 就打石膏去固定 到时就会自然的 埋口了 相信要休息两三个星期 而他们创作的那一晚呢 是接受了老部的素描 还有其他的部位的检查 在昨天的早上就出院了嘛 那有些人说 哇很潮细啊 那样子 你想想 一个晚上 吃完那餐 晚宴招呼完大家 其实都会有点累 还要去医院 那样 没来没去 又说推你照Xray 老素描 又说要打石膏 又说要检查这样子 量血压 又要签文件 又要医生问候你 跟你谈两句 哪里都睡了 睡得不好 那说不定呢 昨天呢 回到去呢 真的都睡觉好先了 不要理那么多了 他说很多人留言给他 小病时福 那说认为呢 这个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他停一停 让这个特首呢 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的机会 这个呢 都是个叫正面的思维 原来他三年都没有怎么放假的 还有呢 今年的施政报告前后呢 都是忙到什么的 他说趁着呢 手伤这一次呢 就休息一下 充电之后 再带领香港迎难而上 还有落实呢 今年呢 施政报告呢 更加多的措施 那后呢 都sale sale自己的施政报告 那怎么都好 他sale什么都可以 没有所谓 那见他的手 那样 真的呢 都打了 很大范围那一只 那幸好 近这几天呢 天气涼了一点 都不用太过担心 要不然被迫着呢 又好像说很痕 我没试过这样打石膏 打到这样 那据说就是痕到不得了的 如果敏感的话 那就麻烦一点了 那有趣的 那拍到他呢 在一个类似书房的地方 在自拍 那我们看看这些小微的东西 那又不见他说呢 那些书架呢 摆得密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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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他自己的相片 有一张 其余大部分都是小孩的相片 那跟着在他正正的背后呢 就有一些不同的书本 那有些人都发现到了 跟社长一样 都是买了这个 习主席习近平的 谈治国理政 还有呢 见到一本邓小平民选 那也都见到那些希拉莉的书 不过不要紧要啦 有些人说 你看不看的 不要问那么多 但有时这些书呢 未必是你一定要整本去看完的 有时候啊 你拿出来看 或者当你觉得有需要的时候 拿出来看 找一些你自己合用的东西 或者令到你心情也好 思想也好 对于自己怎样做都好 可能呢 就会在这些书里面找到那个启示的 那还有我看到特首呢 是几本都买齐了的 那是不是自己买还是送呢 那不得而知 会不会是有习主席的签名呢 哇 要是这样就厉害了 这本就难能可贵了 我还记得我去到一个朋友家 他的书柜里面有一套金融小说 我说这套金融小说这么新的 你不是很喜欢看的吗 然后他说当然了 我说不要搞啊 原来每一本呢 打开里面第一版那里 都是有金融先生的签名 好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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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新版来的 所以金融先生都签了很多本 都签了 整套 整套武俠小说系列都在那里 好了 回来讲讲第一些新闻 没有几天前 在希腊的星期日的早上时候 拉了两个人 一个就是香港城市大学 学生会前外务副会长邵南 还有另一个来自西藏的女学生 竟然走了去 在希腊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 火炬交接现场那个地方示威 爬了上那个钢架那里 因为可能人们在修辑这些文化遗产 准备要去进行这些仪式 一定要花点时间 慢慢弄 一个就拼光时的旗 另一个就拼藏独的旗 还叫了很多不同的口号 叫光时都有 西藏自由 要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 没有自由就没有冬季奥运会 后来警察就把两个人带走 你以为两个人都带走 他们两个人没有说 究竟是否想来违法达尔 不如说了 够胆的话 后来把这个人带回去了 经过希腊的警方 拒压超过26个小时 后来把这两个人释放了 现在据说 邵南可以离开希腊 明年的1月再審 记住这两个人都是美国籍的 有一些蓝型的Kiroro 又炒车 我看到他们写着说 将他们送回中国审讯 怎么好笑 笑死人 现在放了去 回回美国 又怎么计算 拍拍打脸 不要说到这么夸 那么疯 现在这个邵南有什么说 他就说 26个小时 希腊的警方 都没有向他们提供食物 还说期间 就怀疑被希腊的情报人员盘问 担心希腊 会受到中国方面的影响 你们不要那么疯 你们去的话 判了一条命 那就什么都预了 那究竟你们两个 预认了别人不会拘捕你 拘捕你买乙边说两句 然后让你走 然后去希腊吃大餐 然后喝杯啤酒 拍个自拍照 告诉大家 我们胜利了 我们宣试到了 再借 你们之前有什么 香港监察出面 那样那样 快点放了 你们两个都没有 照样要盘问完才行 还说迟些要 再审你们两个人 现在究竟会怎样呢 再借你两个人 这样做法 也都引起不到 国际的什么关注 也都没有 其实中方方面 都很大气 都完全没有理过 你们两个的小丑 都免得说 走了走了 走了 希腊那里 问完你 说他们再審就算了 暂时去到这个位 都没有说些什么 其实都对的 如果出声的话 你们两个又可以拿来炒作 那些什么国际线 都可以拿来炒作 再借这一件事 也都显示出 你们国际线的肺 肺柴的肺在哪里 你看 没有啊 你们国际线的 完全不敢出声 对于这一件事 正常来说 你这帮国际线 应该会写一封联储声明 就叫他们放人 由这个临时流亡大总统 罗冠冲滑鸭 这样才是 没有啊 完全没有出声 26个小时 有得你两个自生自灭 华智你们有没有食物 现在没有食物 有没有出来说 希腊的颜色景 会不会去那里说 没有啊 你们都不敢 这两个不知所谓 这两个 简直出丑于世界之前 如果到时有些什么 外国人再去看 什么来的 光是 看之旗 看见你们香港这样 唉 我都一颗眼泪 再者 希腊那些人 有多少会理你们两个弹散 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到旅行的时候 我去到一间餐厅坐下 咦 你们没有餐牌的 餐牌 吃什么餐牌 你想吃什么 有什么食物就吃什么 这样的 他已经是游客区一些 类似海边的餐厅 都是这么困难 都是这么吹 我说26个小时 可能有12个小时 都是在你 我叫你去等下 是吧 这就先一口笑 我们接下来再跟进 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笑 不过呢 间接来说 都是一个香港的刺獄 虽然这个少男呢 在美国出生 但是就 香港大 那说起这些 这样的 不知所谓的 算不算年轻 都算年轻 都算年轻 有四个少女呢 就承认了 在前年的时候 就约了班友 一起去了葵冲的一间 优品360 大事破坏 那后来就判罚那些 那些感化令 和那些服务令 那样 那律政司就觉得 哇 没搞错 真是过轻 申请覆核 那上诉庭呢 认为完审裁判官犯错 现在就改了四个 可以做好姐妹 每天一起进去更新中心 那上诉庭呢 亦都颁了这个书面理由 就说到 案情严重 法庭呢 需要阻止其他人 有样学样 所以说 这些叫做 非禁闭形式的 惩罚呢 是不恰当的 应该呢 要他们进去呢 慢慢惩罚他们 就是要教导一下他们 让他们得到一个 真真正正 改过自新的机会 你试想象一下 他们如果天天 还在看那些什么文宣 如果看到特首转了 又会在那里 欢呼拍掌 那么多人都赞 这件事 值得开心的 那他们就跟着一起做 他们都不想的 那么多人都觉得不开心 做这些 那么黑暗的事 是人性的心魔来的 那他们 都是这种 也叫做有样学样的 还有那些 叫做 潘小涛 我都说 说这些手 说骨子 说了整天 整个八婆 那种 真正是垃圾 这些 还有上诉庭也补充 说这些案件 尤其是这一宗 就是 发生在 一个高危的日子 而且这些人 是有预谋犯案 和其他人一起分工合作 有些人就冲进去 不断大肆破坏 有些人就好像 当时在 何君堯的店铺 那样 就开了散阵 有人去掃垠 那些货 那些客人都客到 都走出来 接着说了一句都很正的 就算他们叫做真诚悔改 法庭都不能叫做 姑息 因为其他人 持有不同的信念 就大肆破坏 这些人的财物 这些野蛮行为 真是不要得的 说得非常之好 我想 有了这个新的指引之后 我想其他的裁判官 都会明白 未来应该是怎样做的 这些年轻女 一定要这样 才有机会 令她叫做 改过自身 你说那些什么 在那里卸住 社会服务令 或者感化那些 她和 没事发生过 没有分别 感化而已 solo 她也可以 为什么我不行 那就是复制她 当时所做的 时间 或者气氛 或者 过程 那就可以了 那好了 那说回另一件事 昨天 除了有神经汉 在荃湾 穿着短褲西装 在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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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着那个屏幕 都很害怕 但是现场很害怕 一脱手飞起来怎么办 昨天下午有一件很惊人的事 就是在南田发生的 有一个两岁多的男孩 爬了出去 窗边的晒衣 跳跳跳 事件搞了15分钟 幸好家人就把他拉回来 后来媒体就去访问他那个阿婆 哇 吓到他快断气 挺搞笑 他说他两岁多 喜欢到处爬 又很白眼 他说在他的房间也加了窗花 这个小朋友的妈妈 避免发意外发生 那天下午 他去了在阿公的房间玩 疑似 竟然能穿过窗花的蜡 就放在那个晒衣架上 然后一说 我都不知道他爬得出去 他估计他側身地爬 他把手拿着晒衣架的肝 不断哩哩哩哩哩 听到外面有人喊 然后她的妈妈就立刻冲进房间看看 立刻拔回来 当时的相当惊险 这个小朋友在那里蹦蹦蹦蹦 为什么这么幸运呢 因为她的头刚刚就在那个曬衣架上卡住了 不过幸运是条绳子 所以就不会透不出气 就趕快拔回来 这小孩子也搞不定 遲些要弄铁丝网 让她更加难可以冲出去 不过也要小心 不可以乱来 还要说回另一宗案件 也是个好消息 大家还记不记得 所谓的的士司机铲了上行人路那件事 然后被拖了 还打到头破血流 他们所组称叫撕了 本来还说要告这个的士司机 为什么铲了一辆车上行人路 有什么撞断哪个人的脚 还是怎样的 其实这件事大家看到片都知道 在新的手里抢人家的车 他驚起上来 踩到 整个车都撒上去 如果他不动 不走的话 更糟糕喔 现在 后来就没有告这位的士大哥 郑国泉 反而 当时候 对他拳打脚踢 围着的士 这样做出这些丧尽天良的事 那这帮人又怎么办呢 那好了 终于呢 其中有两个 一男一女 被指 有份向郑国泉 襲击 被控暴动 和蓄以伤人罪等等 那案其实昨天在法院提讯 就是区域法院那边 男那个早前已经表明 会承认暴动 和违反了禁蒙面法 那即使当时这个人是蒙着面 那现在相当之好 蒙着面都找得出来 还主动放弃保释 然后进去区域所吃吃什么饭 而女的呢 就透露不打算认罪 嘩 你都好支援啊 那接下来预议这案是审九天的 控方就说会传召六个市民的证人 九个警员的证人 两个医生专家 做这个证人来作工 而女的那个 说不认罪的 这个是黄丝 教师25岁 可能你会说 还有很多人的 那怎样呢 也是那句 警方要有足够证据 搜证等等 才可以抓到这些人 再者呢 这些人又蒙了面 要拉起来 真的有些少的难度 你要记住 那时已经有了禁蒙面法 禁蒙面法都禁不住他们蒙面 那怎算呢 他们真的犯了罪 那怎样去抓 怎样去拘捕他呢 我也是那句 给一些时间警方 去处理一下就最好了 又说前晚有一件事呢 那些黄友不知怎样又那么开心 会痴痴地 哈哈哈哈 就是警方呢 就接报了 就说在大澳南冲村的石滩呢 有两艘快艇割船 那去到现场 看看发生什么事啦 有一只呢 是属于珠海公安的水警船来的喔 那说原来呢 在内地水域呢 追捷一艘呢 怀疑走私的快艇的时候 那走着走着走着到香港的水域喔 那幸好 船上面呢 四位公安呢 都是没有受到什么伤的 那怀疑呢 走私的快艇呢 那人呢 就走了啦 那当然啦 香港警方呢 怎会那么容易放过他们呢 之后呢 就在大冲南村山边呢 就拘捕了一个呢 46岁的内地男子啦 就涉嫌呢 是非法入境的 也都扣留了呢 那一只快艇啦 那都是好事来的 就是打击回走私的活动呢 做足点 让他们呢 没有那么猖獗啦 还有修炼 这个就最好了 不过怎么都好啊 都要顾着自己的安全 还有加上呢 海上面都没有什么提示啊 没有什么东西的 因此呢 这样追着追着追着过来香港呢 有时候真的难以避免的啊 那那终于说一件娱乐事啦 ViuTV呢 都很喜欢搞一些真人show的节目的喔 那就见他们啦 因为想和主流TVB这些呢 有点不同啊 那就想想一些新鲜东西 或者叫话题东西啦 那这次玩一玩一玩一玩出火了喔 那据说呢 有个真人show的节目呢 就叫做 《倒命夫妻》 就找了五对夫妻呢 来玩游戏来赢下奖金那样啦 那搞笑喔 其中有一集呢 就安排了五个 非常之火辣 叫做年轻貌美啦 有很性感的女仔呢 就和五个丈夫呢 就去了游艇那里呢 玩这些游戏啦 那当然穿泳衣啦 难道在游艇上穿旗袍呢 是不是 那说呢 两者呢 就是双方呢 五男五女呢 玩的游戏啦 就很踩戒啦 那很多人骂这一集喔 就说 哇 喂 道德鱗网啦 就是找一些这样的性感女郎呢 来到誘惑啊 这些所谓的叫做人夫啦 那当然也有人说的 喂 如果只是看两夫妻相敬如斌 有什么好看呀 接着看这些才好看嘛 可能男性就觉得这些好看啦 那些代入感都不定啦 那原来呢 现在你已经做了六集的啦 收到四十几宗投诉啦 那投诉里面呢 主要是什么呢 内容低俗啦 过于色情 意识不良啦 鼓吹婚爱情啦 那通讯局那里呢 就说会按既定程序呢 来处理有关的投诉的 其中最有争议性呢 就是有一个丈夫呢 说觉得呢 有点赶着喔 那又说 激到某些人的太太呢 哭啊 离场啊 还是怎样的啦 那究竟是不是真呢 还是这个真人show 还是假的呢 那再者啦 你要看回那些人穿的泳衣呢 就穿到很小布的那样啦 我们还记得呢 TVB呢 东章西望的时候 有些女主持 穿件衣服 比较上是薄一点 贴身一点 令到她们美好的身段 展现了出来 都被人骂意识不良呀 又说是没有搞错 穿到这样啊 露肩膀出来又骂啊 还是怎样的 我想就来 你真是要穿罩布才行啊 这个东章西望 你看看 如果这样的话 还不被人骂到爆炸 还不被人投诉到滚 那当然啦 那男性可能说 不是啊 好看啊 这样才是开心的嘛 这样看这些才过瘾的嘛 那男女的角度不同啦 不过呢 始终呢 我们香港是不是女性比较多呢 可能对于这方面的反应 都比较大一点的 那因此啦 那你们喜欢这样玩呢 没问题 但就不要玩对人家出祸啦 这就不是那么好啦 但他们有目标要这样嘛 要不是的话 那哪个人看呢 穿衣服啊 穿得这样都被人投诉的 哇 你还说要那些人的老公呢 和这些性感女郎呢 又背着又抱啊 又要蒙着眼睛找东西啊 哇 还得了的 还不骂爆你 不过他们都预认了啦 不骂爆哪有人说啊 是不是 怎么都好 希望那些人夫就不要玩得那么开心 你玩得越开心的话 你就越被人骂得禁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芒向香港早晨》 暂时讲到这里先啦 多谢大家 拜拜